臺東發生母子雙亡命案 兩人被發現沉屍在家中的床上 據瞭解七十五歲的母親 長期臥床養病 五十二歲的兒子則是主要的照顧者 社會處事表示 個案家中並沒有經濟問題 警方初步是排除加工自殺的嫌疑 檢方在相驗後 確認母親是自然死亡 不過兒子的死因仍有待確認 九號深夜 臺東警方在被南鄉的這間 民宅前拉起封鎖線 因為民宅內的一對母子 被發現沉屍在家中床上 感到現場的家屬十分震驚 鄰居指出七十五歲的母親 長期臥床養病行動不便 兒子則為主要照顧者 為了照顧媽媽還辭掉工作 至於生活開銷 則由其他家中成員幫忙負擔 檢方表示道場發現母子已經死亡一段時間 現場沒有打鬥痕跡 也沒有外力介入跡象 殊不排除他殺的可能性 現場沒發現遺書 已經報警檢察官相驗 目前確認母親為自然死亡 至於兒子的死因還有待確認 台東縣政府表示都有定期關懷母子的金礦提供長照服務 只是近來社會頻傳照顧悲劇事件 像是今年二月初新北市中和傳出一家四口三人死亡的人倫悲劇 只剩下八十四歲的失智父親存活下來 民間團體指出隨著社會家庭快速變遷 國家政策設計得更符合回應民眾實際需求 另外民間團體也提醒 每個家庭的同住家人人數正在變少中 未來每個人都可能是照顧者 面對長照是使對外求援釋放心理壓力 才能避免類似照顧悲劇事件不斷發生 記者原此國軍人張明哲 臺北臺東報導